这位那是那是心和马孩儿还是讲几句话。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葛珍珠。 我们说葛珍珍珠带实际上是这个鳄鱼的道理莫莎。 葛珍珍珠要待在这儿是吗? 当主显现的时候,当主卫生如显现,然后坐在葛珍珠的背上,杀死了鳄鱼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葛珍珍珠抱怨了,他说是我祈祷了,是我供奉的祷了。 但是你杀了这个鳄鱼,他解脱了,而我仍然还住在我的大象的躯体之中。 于是葛珍珍珠说,请你把我从这种愚钝的身体之中拯救出来,我处在这个大象的躯体之内。 这并不是很适合,并不是很适合让我为你做服务。 这对于我来讲,消息肤浅服务太困难了。 为什么鳄鱼得到了解脱呢?当时他在攻击葛珍珍珍的时候。 那么对于说别指出呢? 就是鳄鱼得到了解脱,是因为他特别于葛珍珍的莲花族,葛珍珍是一发现者。 鳄鱼抓住了葛珍珍的脚。很多很多年,我们听说过了一千年,他们打了一千年。 所以这个鳄鱼呢,就一直抓着葛珍珍的脚,不让他走开。 没有人能够帮葛珍珍来摆脱这个情况。 因为他在谷里沐浴,无论是谷里还是在河里。 同时他在谷里沐浴,从他身边取得了一个候鸡。 有很多很多的大象。 我们从金白痴里沐浴,将其他的生命之过,在集中,有很多很多的大象。 我们在加拉Khan里沐浴,再择上了整个地方。 那里沐浴,有很多药。 我们现在在墓中的放弹,然全部都会、让所有人去上送屋。 所以这里也如此,对于沐浴,她带了这么多的大象。 有很多很多的妻子还有孩子小巷来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救自己要个争承 The crocodile was holding onto his foot and wouldn't let go So that's very nice actually to hold on to the lotus peak of the pure divotas Yuru Mukha Padma Bhakya Chitete Korya Aikya 梁花族 灵性导师的梁花族 奉献者的梁花族 非常的有力量 因为鳄鱼脱避于葛珍者的梁花族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什么主威士努来拯救了这个鳄鱼 通过他的这个衣服 通过他的强烈的衣服 他强烈的衣服 葛珍者的梁花族 葛珍者是一个伟大的奉献者 所以这头鳄鱼也得到了解脱 摆脱了他的鳄鱼的躯体 所以很好看到这一点 葛珍珍如何也能够得到解脱 通过主威士努的仁慈 哈利哈拉在这里 哈利哈拉在这里 我们解释说在哈利哈拉丝堂 当我们去九个岛的时候 我们会访问哈利哈拉丝堂 唱诵 唱诵 哥拉丹堂的名字 这是四个音节 哥拉丹堂 有两个四个音节的梁花族 有两个四个音节的梁花族 哥拉丹堂得到了解脱 一样 哥珍者必须要等待一千年 要面临这头鳄鱼 一直咬着他的脚 抓着他的脚 不让他走开 哥珍者在水里变得越来越虚弱 而恶鱼就一直是抓住他的脚 不让他出去 不让他上岸 而他的妻子们 他的孩子们没有办法去救他 哥珍者是大象之王 但是 他有这么多的困难 之后他想起了一个特别好的诗节 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对主的这个岛文 那么就在这个困难之中 他能够朗诵这个世界 当主写现任的时候 哥珍者拿起一朵莲花 供奉给主威士努的莲花族 这样他达到了他的完美 这是对于哥珍者们来讲 很重要的一个小时光 我们经常聆听 这是在圣门巴格尔他们之中 圣门巴格尔的描述在第八篇里 其中提到了个真正的救赎 我们也可以得到救赎 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些非常好的对主的岛文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清晨每天早晨有这个岛课 我们都唱诵哥温达的岛文 我们唱诵很多的岛文 我们整个的sadana 就是聆听和唱诵 我们在聆听非常好的岛文 我们在唱诵很好的岛文 而在凤岸的甘露之中 圣门巴格尔寫道 一个人的嘴唇总是装饰着岛文 总是装饰着对主科尔的岛文的人 总是被那些圣人们所尊敬 而这样的人呢 其实是值得崇拜的 值得受到伴神人们的崇拜 这样呢 我们就受到了鼓励 当然我们并不想受到崇拜 我们想要的是用我们的舌头 用我们的这唇去描述主的荣耀 所以描述这些很好的岛文 然后朗详这些诗节 这是我们如何让自己的舌头 从事于对科尔的服务 我们还让这安波勒是一位伟大的奉献者 他住在马托拉 他首先让他的心意 专注在主科尔的楼花族上 他在描述灵性世界 瓦昆达的荣耀 这样马拉吉安波勒斯 他在向我们展示 如何使这个人体生命物质世界达到完美 也应该用他来唱诵主的荣耀 并且也要聆听主的荣耀 Bhagavagita Lord Krishna 也说 Mahatmanas tu Mampartha Devim prakritim ashita 马哈特玛们,那些伟大的灵魂们,他们一直在唱颂主的荣耀,而帕布帕说,所有的奉献者们都是马哈特玛们,你们不要认为,哦,我不是一个马哈特玛,帕布帕说,所有的奉献者们全都是马哈特玛,因为他们从事与这主的服务,来参加这个沙发里,访问这些圣经地。 聆听关于葛珍者的拯救,就说,这也是帕布帕说,这个是相当于用我们的腿,来服务至尊主,我们非常的幸运,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感谢大家,哈瑞克斯。